台湾友邦土瓦魯遭遇到了气候变迁的严重影响 所以政府就要成立数位国家 来避免国家的人文价值一起被海水给淹没 而至于有着最大热带雨林的巴西 总统当成人就承诺会严格的取缔森林烂法 把环保放在首位 但这些国家努力对抗气候变迁的同时 联合国气候峰会却可能无法达成预期成果 海边阳光照耀沙滩 居民穿上传统服饰 跟着节奏翩翩起舞 这是太平洋岛国土瓦魯最美的风景 但这些岛上风光正在消失 每年全球海平面上升四公分 即将被淹没的土瓦魯宣布重大决定 要把国家移到元宇宙虚拟空间 为于南半球的巴西则面临亚马逊雨林快速消失 研究显示热带雨林能吸收 二氧化碳有助于稳定全球气候 巴西总统当选人卢拉表示 会改变前政府商业导向的开垦政策 禁止大规模伐木 联合国气候峰会18号将闭幕 但关于气候问题怎么赔偿 减少化石燃料具体怎么做 许多议题都还没有共识 让深陷气候变迁影响的国家 感到孤立无援 公司新闻两眼编译